每年的5月12号是国际护理师节 为了传承南丁格尔的精神 宏光科大护理学院特别提前举办家冠典礼 帮200多位即将踏入临床实习阶段的护理生 由师长为女生戴上白色的护理师帽 男生配挂上胸花 并足以点燃手中的蜡烛 象征传承护理精神 成为进入职场前的成年礼 由师长为女生戴上白色的护理师帽 男生则是配挂上胸花 台上站满一整排的护理师 一一举行家冠典礼 除了象征传承南丁格尔精神之外 也代表学生们即将迈出护理生涯的第一步 一定要再具备相当的知识 相当的技术 懂得尊重病人 懂得病人的安全 我们才会放心的让他到临床上去 今天被家冠的同学 就是通过这部分的肯定 这部分的平和 我们即将送他们到临床上 学习成为一个真正能 深圳临床工作的护理人员 今年接受加冠的学生总共有200多位 其中这位大二生张子龙 高中时原本念资讯科 但突然接获好友离世的打击之后 才下定决心改读护理系 但却遭到父母反对 幸好靠着努力苦读之后 才获得家人谅解 而加冠典礼这天 一家人也特别到场观礼 并且送上拥抱与祝福 就是有时候去全家或是在补习班 可是就已经加官了 就已经一切都值得了 没有 因为想说男孩子不晓得那个护理 护理这方面他能不能应付这样 那时候很担心 对 那都决定了 想起来还可以 那时候听一些朋友想说 男生是读护理是蛮吃香的 好吧那他去 足以点燃手中的蜡烛 象征传承护理精神 而校方也期许在场的同学们 不管未来的护理职场上 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 一定要坚持护理专业 发挥以人为本 关怀生命的精神 任正不汉 台中赛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